不要再進去了 這方面應該開始擦下來 土地公廟燒起來了 火是非常猛烈 香客們往外撤離 還看到有人盛水來滅火 大火疑似從燭台燒起來 雖然是凌晨兩點多 但大半夜來拜拜的信徒 還有很多 因為這裡是南投中寮香石龍宮 就是以拜泡麵聞名的土地公廟 大家往下走 火警當下不少信徒 還在吃泡麵 大火竄燒 想救卻沒轍 旁邊放蠟燭的地方 然後就有火鳥 對啊 然後起火 他就要找滅火器找不到 警銷到場後 火勢已經全面燃燒 消防隊拉水限滅火 二三十分鐘後撲滅火勢 幸好沒有人受傷 不過這場火雖然燒得大 距離燭台 約兩三公尺的土地公神像 位置相對較低 只有轻微燻黑 沒有被燒毀 警銷初步判斷起火點疑似 從供品桌旁的蠟燭燒起來 局限在小山坡上方 幸好沒有往下方的金紙跟 泡麵區燃燒 中遼石龍宮土地公廟之所以文明 源於三四十年前 台灣風大家樂六合彩 所以常有信徒 大半夜到石龍宮求名牌 但這裡的位置偏遠 有人乾脆帶整箱泡麵上山 甚至買泡麵來還原 越買越多 就成了這處土地公廟特色 但一四竹台起火釀災 廟方說 真正起火原因還要調查 這幾天先整理環境 與之後的重建 會在對外開放 TVBS新聞 本全家貴城紅葉紅彩輪南投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